朋友你好 欢迎回到碎片记忆频道 今天是2022年9月15日 开始我们今天的第三个节目 哈尔科夫反击成功后 哈尔科夫地区和段巴斯地区 俄军行为模式有了新的变化 一 乌军总参谋部昨天报告说 俄军对哈尔科夫的抛击强度明显下降了 之前俄军每天都有狂轰烂炸 但乌克兰的反攻将俄军推向奥斯基尔河以东 北部的俄军则返回了俄罗斯 这大大削弱了俄军对哈尔科夫市中心进行常规炮击的能力 俄军现在只能用昂贵而不准确的巡航导弹袭击哈尔科夫重要目标 这显然无法持久 哈尔科夫不仅是人口聚集地和交通枢纽 还是重要的工业产地和维修基地 哈尔科夫的天空和地面恢复平静后 乌军如果要在北线和东线开展军事行动 就会拥有一个效率更高的大后方 这是很有价值的收获 二、乌军总参9月14日报告说 9月11日和12日 携带S300和布克防空导弹系统的俄罗斯车队 通过卢干斯克州向俄罗斯边境方向转移 这表明乌军在乌克兰东部的推进迫使俄罗斯部队将防空系统后撤到距离前线更远的地方 以确保这些系统不受乌克兰炮火的攻击 但却使前线的俄罗斯部队暴露在空袭之下 而且这样一来 俄空天军在乌克兰北部和东部的行动就更加受到限制 这是我们今天的第一个视频中所说 俄罗斯空天军为什么不将哈尔科夫地区被缴获的重心武器和弹药库加以轰炸 不是不想炸而是臣妾做不到啊 三、乌总参9月12日称 俄军事指挥部已经暂停向乌克兰派遣新部队 大量志愿者也拒绝在俄军中作战 想想我们上一个视频里介绍的 卢干斯克伪军拒绝返回前线去断念此刻地区作战的事件 打仗最怕的不是没有武器 也不是没有人 甚至不是士气 而是士被压住了 乌军在哈尔科夫风卷残员班的反击 吓破了俄军和伪军的答案 今后一段时间 他们都不太敢搞事情了 四、另一边 西方盟国的支援还在加强 美国已经对1475名乌克兰军人完成了美式武器培训 其中630人接受了M777榴弹炮训练 325人接受海马斯培训 300人接受M109榴弹炮训练 120人接受M113APC培训 100人接受无人机培训 这还不是全部 吴总参最近表示 近5000名乌克兰士兵在英国完成了为期数周的训练 这个人数足以组建三个旅 怪不得美国国务卿说现在才算端上一盘开尾小菜 乌军大反攻还没开始呢 这些都是乌军在训练中的图片 当然组建三个旅的前提是要有足够的重装备 那德国的鲍二可赶快来啊 不知道您注意到没有 这些照片中有一个引人注意的点在于 乌军士兵在画面中完全不像是来自东欧的军人 他们现在已经在使用西欧的步枪而不再是AK 这样一来 从武器到装备再到姿势神态 跟西欧国家军人已经没有任何的差别 这些有生力量在几周后就会在战场上发挥威力 而且长远来看 必将拉近乌克兰与北欧国家的军事社会文化认同和经济等方面的距离 哈尔科夫反击造成的战撼效果已经从乌克兰国内蔓延到了外部 从全军事蔓延到外交 一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拉恩昨天说要再度访问乌克兰 今天他就来了 肯定会带来更多的支持和关注 千万不要小看了关注 关注也很重要 有关注就有热度 就会有人提建议 那建议才会落实 乌克兰本来有一些已经丢掉的热度 哈尔科夫反击战全给捡回来了 二 德国图片报报道说 乌克兰在哈尔科夫地区成功发动反攻后 国内对舒尔茨施加的政治压力越来越大 要求向乌克兰提供德国制造的重型武器 包括鲍伊和鲍尔坦克和各种装甲运兵车 德国政府的大多数成员都支持 美国国务院向德国外交部发出了相应的口头照会 并向总理办公室发送了一份副本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照会中表示 美国欢迎德国从自己的库存中 向乌克兰提供主战坦克和装甲运兵车 3.舒尔茨今天发言说 德国武器在乌克兰哈尔科夫成功的反击战中 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 难道德国总理指的就是那天 我们在视频中放出的两门PZH2000吗 舒尔茨先生 两门可真的是不够啊 赶快给报二才是正经 4.美国陆军昨天要求再生产480套海马斯导弹火箭炮系统 高达500套的生产量将使海马斯的全球出货量几乎翻一翻 但我们估计还是不够 因为仅仅波兰就会消化掉500辆订单 何况目睹俄乌战争之后 各国分分都要买海马斯 年产1000辆也未必够翻 5.在俄罗斯国内现在对俄军也有越来越强的质疑的声音 斯特列科夫认为战争已经失败了 剩下的只是时间问题 如果在战争一开始 最起码也是基辅溃败后宣布进行总动员 那俄军还能取得胜利 但现在即便是宣布总动员也无济于事了 可能有朋友不太理解这句话的意思 咱们来稍作解释 如果在3月底进行总动员 那时俄军才死了1万人左右 大量的器材和其他的储备也充足 这时候补充进去大量作战人员就能逐步成长起来 而如今俄军已经死了5万3千多 受伤者必然两倍甚至三倍于这个数字 被击毙的将军10多位 被击毙的校官就有1100多位 而且数字还在不断上涨 那么损失的未官就更多了 要知道一位校官至少需要15年从军经验 一位未官也需要8年的锻炼 才能在战场上做出正确的战术判断 现在补充大量的人员 他们缺乏作战技能和战术观念 上了战场很快就会损失殆尽 缠电不下来什么东西 所以斯特列克夫说 即便现在总动员也无济于事了 对俄罗斯来说呢 最可怕的不是拥有斯特列克夫这张有毒的嘴 而是在于斯特列克夫说的几乎所有的话都是对的 这可就难办了 六 作为前卫星国 俄罗斯最大的贸易伙伴之一 哈萨克斯坦有越来越跟俄罗斯划清界限的苗头 哈萨克斯坦最近宣布 将与俄罗斯的贸易置于美国的制裁合规管理之下 哈萨克斯坦外交部对此进行了证实 并补充说 没有美国政府的同意 现在不会与俄罗斯签署任何协议 这一决定是为了避免二次制裁 这将打击从哈萨克斯坦到俄罗斯的平行进口 也就是说 俄罗斯想通过哈萨克斯坦进口一些紧俏的物资 门都没有 另外 最近几天阿塞拜疆又进攻亚美尼亚 亲俄的亚美尼亚再次顶不住阿塞拜疆的打击 求助于集体安全组织 但哈萨克斯坦表示 无意向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冲突地区派遣军队 哈萨克斯坦外交部表示 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之间的边界没有确定 从哈萨克斯坦的态度中 我们可以看到原卫星国的微妙态度 未来俄罗斯周边的安全形势必然严峻 但这又能怪谁呢 好 咱们来对今天的三个视频做一个小节 顺便呢 也给哈尔克夫反击做个小节 一 哈尔克夫反击战役已经接近尾声 当然 接触线上的战斗不会停止 但我们认为 经历此战后 乌军获取了信心 吸收了缴货品 补充了最近运到的西方援助之后 将变得更加强大 更加自信 更加主动 肯定会再选择一个令俄军感到极为难受的地段 进行果断的切入打击 持续不断削弱和调动俄军 挤压俄军活动空间 最终将俄军逼到真正的墙角 然后给予致命一击 现在很多人都在猜测这下一个地段在哪 明天我们进行翻戏 二 哈尔克夫反击战展现了乌克兰的真实实力 展现了希尔斯基和乌克兰最高统帅部的智慧与团结 当然更是展现了乌克兰民族和国家的不屈和顽强 从战场上的表现来看 乌军完全可以获得更大的胜利 乌克兰战争最终的结果 现在应该没有人怀疑了 即便目前中文局网内的各种军事博主 仍在卖力的造谣说 乌军遭俄军毁灭性打击 说俄罗斯还有后手 泽连斯基叫苦 美国摇头 欧盟避之不及 俄罪赢 普罪牛等 但认真阅读一下其内容 空洞无比 却充满恶毒的攻击 下散烂的咒猛 和毫无人性 毫无格局的怨恨 这样的言论 我们一笑置之就罢了 要知道战报可以骗人 文章可以糊弄人 但战线不会骗人 三哈尔科夫反击的胜利是西尔斯基军事才华的耀眼体现 也是乌军长期隐忍果断出击采鞋的红利 更是乌克兰人不屈不挠勇于奉献甘愿牺牲的结果 战场上可以没有M777 也可以没有海马斯 但如果没有乌克兰人的这股劲 他们早就在三月份灭亡了 甚至真的在开战的第一天就被拿下了 如果缺乏这种精神的支撑 他们不可能挺过十路突进 也无法挨过北断的磁克十倍数人的火力覆盖 事实证明 乌克兰人完全可以昂收挺胸迎接最后的胜利 我们希望这一天早日来到 也相信无论到什么程度 乌克兰人都不会忘记那些倒在胜利日来临之前的英雄们 正是这些英雄愿意付出自己的一切 才换来乌克兰人长久拥抱独立和自由 荣耀属于乌克兰 荣耀属于为自由付出生命的英雄 而我们以能够记录这些英雄为荣 好 以上三个视频是我们今天为您准备的所有内容 感谢您的耐心观看 这里是碎片记忆频道 咱们明天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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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